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城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的访台计划取消 引发台湾舆论的广泛关注 民进党当局将行程取消的责任归给了国民党 而国民党方面则表示 这种甩锅行为是民进党的一贯操作 对此外交部回应称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一切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宣布 取消本周所有外访行程 包括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的访台计划 对此国民党方面回应 取消访台计划并不意外 民进党当局反而应该松了一口气 我想其实应该是让我们的执政当局松了一口气 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们不意外 而民进党方面则指责称 是因为国民党才导致行程取消 国民党回应表示 这种甩锅行为是民进党一贯的操作 在还没有来之前 然后就受到国民党无尽的批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为这一次 所谓的取消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反正说了事情就退国民党 这是民进党的一项的SOP 这个很清楚看得到 我们萊豬是白痴 针对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 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防台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号重申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一切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利益 据台媒报道称 台湾再次出现新冠肺炎 医院内感染的病例引发民众担忧 是否存在防疫破口 而台湾疫情指挥中心 目前仍然未公布相关的医院 有来源人士批评称 选择性保密只会带给民众 更多的不安和惶恐 两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一位是一位是医师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日前台湾新增两例本土确诊个案 是来自桃园市某医院的医生 和与其同处的护理师 确诊医生曾治疗 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之后他出现咳嗽 发烧症状 经过裁剪后确诊 目前匡列相关医院接触者 共464人 裁剪结果都为阴性 该医院也已经开始 针对全院约2500位员工 进行普筛 台湾社会关注此事 是否可能显示出 医院感染控制流程 有需要补强的漏洞 对此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个案都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 目前没有看到漏洞 目前还没有看到那个洞 那当然有一些细缝 那么可能会想办法 再来检视 有蓝营人士指出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 针对台湾北部某医院 传出感染案例 第一时间回应称是谣言 后来在网友的搜寻下 慢慢将北部某医院的范围 缩小至桃园 而且疫情指挥中心 只公布确诊医生 护理师的活动足迹 但停留时间最久的工作场所 却密而不宣 他批评称 选择性保密 只会给民众带来更多的 不安与惶恐 人流多难掌控的地方 那想要问说 为什么不直接公开 那那个考量是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它 让更多人更注意这个事情 日前台湾出现 医生院内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 这也是台湾第二起 院内感染案例 此次事件发生之后 岛内最新的网络民调数据就显示 约七成参与投票的民众 担心疫情可能会扩散 有台湾舆认为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就是不普筛 或许是因为不普筛 就没有整体的确诊染疫数字 而没有数字 就代表所谓的防疫成功 目前台湾现行的防疫机制 究竟是否存在破口 也持续引发议论 有台媒刊载评论文章指出 此次陈时中 不公布确诊医生的染疫医院 或许它可以用所谓的 传染病防治法为理由拒绝公布 但是有多少民众 不知道自己存在感染的风险呢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 看似严谨 但却处处不以便民为原则 让民众暴露在疫情的风险之下 以上摄像是记者 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台媒报道 为了确保战力 台军规划取消 已经有67年历史的 敦牧远航任务 并且取消出访活动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近日台湾联合新闻网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台当局高层已核定 今年海军敦牧远航将停止实施 舰队既不出航外访 也不实施环导航训 目前正成报蔡英文批准 这将是海军敦牧远航 自1953年实施67年以来 首度因疫情管制而被迫取消 还有消息称 由于全球疫情严峻 今年敦牧远航首度取消访问 所谓友邦 我们会非常审慎 来评估这一次海军 把敦牧舰队的所有的一些规划 出访可能会重新评估以外 相关的训练都已经很完整的规划 中时电子报回谷称 2020年台敦牧舰队 有744名官兵出访 结果发生群聚感染事件 磐石舰有36人确诊 2020年4月9号 舰队返底高雄左营港后 700多名官兵及学生下船 却在返家后自行就医时 出现两名实习生及一名军人确诊 700多人被紧急召回 其中隔离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上任两年争议不断 台民调将其选为最讨厌政治人物 苏贞昌都引起了哪些民怨 蔡英文会让苏贞昌下台吗 请关注本期热点投视 上任两年苏贞昌成最讨厌政治人物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2019年1月14号上任 如今已经年满两年 台媒连日来总结了他两年来的施政 争议不断 同时还被台湾民调选为最讨厌政治人物的第一名 苏贞昌究竟都引发了哪些民怨呢 而蔡英文会不会让他下台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我们的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 是来自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研究员 陈桂清先生和国际关系学院的于强教授 欢迎两位 苏贞昌好 于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苏贞昌为什么被票选成为最被讨厌的政治人物的相关情况 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个团片 综合台媒评论 2020年苏贞昌接连发声小民不放 中天关台 莱猪进来等争议 2020年2月 陆委会先是宣布有条件让陆佩子女入境 最后又转弯不放行 而从2020年8月开始的莱猪争议 更是在台湾引发重怒 苏贞昌自己都承认 开放美猪美牛是引爆民怨之首 虽然民进党大多力挺他 但国民党认为 苏贞昌前后言行不一应该下台 在前不久台湾民调中 苏贞昌被选为最讨厌政治人物的第一名 在两年之前 能不能帮我们回顾一下苏贞昌 当时是如何当选为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的 那当时蔡英文对于苏贞昌 最大的期望又是什么 蔡英文是没办法才把苏贞昌拉出来 拉苏贞昌出来 其实是帮蔡英文2020年去拼连任的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 苏贞昌出来的时候 离蔡英文2020年选举 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来了之后 赶紧就就定位 就要开始 就这个拼连任的事情 就要开始跑了 但是当时苏贞昌一上任之后 大家就会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2018年选举大败 完了之后 苏贞昌也大败 苏贞昌输掉新北市 然后等到苏贞昌组成行政团队 大家一看 全都是失败者联盟 苏贞昌输掉新北市 去当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陈其迈输掉高雄市 去当行政机构的副负责人 林家龙输掉台中市 去当交通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当时大家就说 这选输了 这怎么还感觉上还高升了呢 因为台湾行政机构是这样的 你像新北市的市长 高雄市的市长 台中市的市长 开会的时候是坐在下边的 那苏贞昌是坐在台上的 说你怎么选输了 怎么还高升呢 这是当时的第一个争议 第二个争议是 大家就觉得说 苏贞昌跟蔡英文不合 2006年苏贞昌 去当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他跟蔡英文就不合 因为蔡英文当时是他的副手 后来到了2010年 当时苏贞昌和蔡英文 谁去选新北 谁去选台北的时候 两个人 苏贞昌是先跑去 去抢了台北 最后蔡英文没办法 才去选新北 又一次不合 然后到2012年 两个人去争夺 谁代表民进党 去选2012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时候 两个人又争夺过一次 换句话说 两个人能够想到 从2006年开始 一路不合 而且每一件事情都不合 所以当时大家就觉得说 这种事情 两个人怎么配合呢 今天看来我们知道了 是蔡英文拿了一部分权力 给苏贞昌 就是说有一些事情 你说了算 我不管 但是蔡英文要的就一个 就是苏贞昌要用自己 所有的权力 去帮助蔡英文拼连人 确实这可能也是 民进党最大的特点 就是无论个人之间 有多大的恩怨 但是为了整个最后 能够拿到地区领导人 这个最高的执政权 所有的个人恩怨 可能都可以放在一边 而且苏贞昌 也确实是跨了蔡英文 前后两个任期 出任台湾地区的 行政机构负责人 那么2020年 一年帮她拼了 这个联系成功 又执政了一年 那么这两年来 坐在这个位置上 她到底做了一些 什么样的政绩出来 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成绩单 岛内的民众满意吗 是我们看孙昌 她执政的一个成绩单 我们得有一个时间线 就是2020年1月21号的选举 选前当然确实是 蔡英文应认苏贞昌 达到了她的一个目的 利用苏贞昌的一些拼劲 利用她酷立的一种风格 确实雷厉的风行的 推行了一些政策 也引得了台湾老百姓的 一些好感 所以说那个时候 才借助大环境 对民进党有利 这种情况 然后顺利地实现了连任 但是在实现连任之后 民进党这个权力傲慢 就已经出现了 尤其是我们看到 在拼得连任之后 苏贞昌所采取的 一系列的施政 现在有党的媒体总结 苏贞昌干了这几件事情 一个是党小民 就是总体来说 在两岸关系上 实行对抗的一个政策 歧视大陆的 陆配的这个子女 然后采取了一系列 前置两岸交流的行动 第二件事情 叫关中天 就是强行地 把常年批评 蔡英文当局的 这个中天新闻台给灌掉了 第三件事情 叫敬来猪 就是使得 罔顾台湾老百姓的 一个生命健康的利益 强行地 利用民进党的 执政的一个优势 通过了进口 还有来 克多巴胺的 这个美国猪肉的 一个进口 所以这三起事件 一波又一波地 引起这个民怨 使得现在苏贞昌 在台湾老百姓的 一个心中 成了一个最讨厌的 政治人物 排行第一这个叫 而且现在连带的 影响到了 蔡英文当局 他执政团队的 这个满意度 因为我们根据 最新的这个民调 就是2021年的 1月12号 天下杂志 有一份最新的 关于蔡英文 和苏贞昌那个民调 其中对于苏贞昌 所领导的这个行政团队 现在的满意度 只剩下42%了 已经跌破了五成 而不满意度 已经超过了五成 达了53.1% 所以说这个不满意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个满意度 所以说现在由此可见 台湾老百姓 现在对苏贞昌 他的执政 已经跟民怨 达到了一定的一个程度 从年初的 无论是口罩事件 党小民 可以说是一一谋独 那么现在开放莱珠 又是护士民生 关中天新闻台 又是排出一级 可以说 桩桩渐渐 大家都看在眼里 所以票选 你是最讨厌的政治人物 可以说是 表达了民众的 这样一个心声 但是在众多的 这个事件当中 您认为 引发民怨最高的 究竟是哪一件事情 而当时民进党 采取的又是 什么样的手段 来处理呢 苏贞昌引发民怨 最大的事情 还是2020年11月 当时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第一名的这个事情 第一名是苏贞昌的人 这个在党内 大家谁都知道 好 第一名 作为苏贞昌 新闻团队的发言人 然后呢 去攻击说 台北牛肉面节的冠军 那个皇家牛肉面 说他们用的是 含有来剂的牛肉 结果人家说 我没有啊 而且呢 数据拿出来说 我们去送检验了 检验数据显示 我们没有用收入金 好了 然后问题是 你这样一说之后 民众会觉得说 那你这个发言人 怎么胡说八道啊 你是行政机会的发言人 你怎么胡说八道啊 然后孙人昌出来说什么 孙人昌说 他工作很辛苦 年轻人难免犯错 谁工作不辛苦啊 什么叫做他工作很辛苦啊 他这是有意伤害人家 这个工作辛苦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后来呢 孙人昌一看 哇 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了 然后带着第一名去道歉 你道歉 你得有个诚意嘛 结果呢 这个明明是伤害了儿子 结果跑到爸爸的店去道歉 大家会觉得说 你小子来道歉都没点诚意 结束了吗 没有 这个事情就大家发现了一堆问题 比如说 哦 说原来苏贞昌养网军 把那些网军一个一个的 大家都发现了 大家发现说 哦 第一名想道歉 说去买 说他自掏腰包 说买点人家的面 结果发现说 结果那个发票上呢 那还写的是台湾行政机构的抬头 那不就是想报公帐吗 好 好 这件事情还没完 后来到苏贞昌再过了一个月 等到第一名后来就走人了 苏贞昌止血了吗 并没有 到了一个月之后 苏贞昌去宣导大家用三倍券 去买漫画 结果呢 他发现说 那个发票上 又打台湾行政机构的抬头 好了 大家一切都明白了 怪不得你去袒护第一名 不仅是因为他是你的网军头目 还是因为你和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第一名为什么那么干 是因为跟你苏贞昌学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 他是拿三倍券去买漫画 当时三倍券七月份上路的时候 你是怎么讲的 苏贞昌说 哦 大家要赶紧用啊 赶紧用才是爱台湾 行了 七月份就上路了 你苏贞昌也有三倍券 你为什么到十二月份才用 你要让大家先用 你为什么不先用 所以就一堆问题 就到处在网完冒 大家就发现说 原来苏贞昌啊 嘴巴上讲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做的事情都是骗人的 苏贞昌还能在位多久 就算换掉苏贞昌 民进党当局的跛脚施政 就能转弯吗 请继续关注海下梁案 包庇下属体现了苏贞昌 执政的这个双重标准 但是真正的原因就是 下梁不正 上梁歪啊 因为并不是丁一鸣 他个人的问题 是整个民进党 这个根他已经烂掉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民众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对于苏贞昌的满意度 也是持续的 下滑是不再信任了 所以进一阶段 就有很多的消息猜测说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这个行政机构 负责人的位子 也坐不住了 要下台了 因为毕竟帮这个蔡英文挡子弹 可能挡得也差不多了 您怎么看 关于这个测换苏贞昌这个话题 我们从三个层面来了解 第一个我认为 测换苏贞昌是早晚的事情 确实是 现在苏贞昌的一个执政满意度 已经下到到五成以下 所以说他已经成为蔡英文的 一个执政的一个包袱 让苏贞昌继续干下去 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但是从场面来看 他对蔡英文 对民进党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换苏贞昌只是早晚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当前蔡英文没有下决心 立马把苏贞昌换掉 我认为是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 可能苏还对蔡英文 有剩余的利用价值 他可能还想把苏的价值乍干乍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明显知道 把苏放在这里 一个方面可以压住党内的其他派系 尤其是避免 他第二任期的执政博角的 一个状况提早的一个到来 因为利用苏贞昌这一个 没有太多政治前途的人物 很好的可以压制 民进党内有意接班的那些 终身带的一个政治领袖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用苏贞昌还有一个好处 苏贞昌他所背后的 这个苏系的一个势力 相对来说比较弱小 所以蔡英文用他 得到的可能多 但是付出的 可能给苏贞昌要回馈的 或者给他的资源的授予的 可能会相对少一点 这也是目前蔡英文 暂时没动的 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就是现在换谁来 可能在民进党短期之内 可能还有一些人 有疑虑有顾虑 尤其是在现在 民进党执政所造成的民怨 在党内逐渐的 一个累积的一种情况之下 民进党内那些 有意来接班的 这些人员就会考虑了 我来接这个行政团的 一个负责人 对我未来的政治前途 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呢 可能他就掂量掂量了 尤其在现在情况不太好的 在一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肯定就担心 又会成为蔡英文的党剑牌 又会成为下一个 被牺牲的要有对象 当然第三个原因 对于那些 有意来接班的人来说 蔡英文估计 现在还没有摆平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们看到 在之前关于 更换行政团队负责人 有很多传言 也传出了很多人选 但是蔡英文之所以没有动 很有可能 现在媒体认为 他可能背后搞不定 如果说换新潮六七的人来接 可能所谓的政国会 他们会有意见 换政国会的新潮六七 他肯定会有意见 所以这个党内的派系 之间的一个争动 目前摆不平 也是造成现在 蔡英文没有下定决心 换掉苏生昌的一个原因 但是其中有一点 外界就猜测说 可能就是由于2020年的选举 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对于下一场 2024年的选举 其实这种争夺战 已经挑战开始了 而且我们知道民进党 又是一个派系内斗 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政党 所以就像刚才分析的说 如果现在过早的 换掉了苏贞昌 那么可能民进党的内部恶斗 可能也会提前 您怎么看 苏贞昌是换不换 民进党内部都会恶斗 为什么蔡英文能忍着 蔡英文对权力看得多紧 他能够分一部分权力 给苏贞昌 说实话都是为了 他2020年连任的 好了 2020年已经连任了 所以2020年连任之后 以蔡英文的性格 就要把苏贞昌换掉了 苏贞昌也不傻 知道蔡英文会怎么干 所以蔡英文之前 为什么把陈其脉 放在苏贞昌的旁边 当副手呢 就是让陈其脉先学 学明白了 就把苏贞昌换掉 让陈其脉扶振 苏贞昌怎么办呢 说来高雄罢免 高雄罢免之后 陈其脉就得回高雄当市长 好了 那完了之后呢 陈其脉不行了 还有一个叫苏家全呢 当裁判的秘书长呢 好了 苏贞昌呢 就把 发动自己手下的人 把苏家全咬下去 好了 后来苏家全 因为他们家里的事情 结果苏家全也辞职了 辞了裁判的秘书长了 那自然不能接 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换句话说 对于苏贞昌来说 蔡英文 你想安排谁来接我的位子 我就把他咬死 咬死一个 是一个 我看你在换人 苏贞昌现在渐渐渐地 对于2024展示出 越来越大的兴趣 好了 赖清德和郑文燦 跟苏贞昌的矛盾就爆发了 对于赖清德来说 2024年这场民进党的初选 赖清德早都想好了 他的最大的资本在哪里 他说他做过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做过台南市长 做过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做过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历练完整 如果苏贞昌加入2024的战局 人家苏贞昌做行政机构 负责人的时间 比你赖清德长得多 你赖清德说什么说 赖清德唯一的优势就没有了 所以赖清德 一定想把苏贞昌赶走 好了 还有郑文燦 郑文燦是一直想当 那个苏贞昌这个位子 因为郑文燦最大的问题是 他只做过台湾市长 他没有在台湾行政机构 历练过 大家会觉得 你行政经验不够 所以郑文燦一直想着说 去做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而且做了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你就可以台湾到处跑 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 到处去拉拢人脉 对于郑文燦来说 初选那个拉拢人脉多重要 所以赖清德想把孙昌赶走 所以您如何看待 双方的这样一个较量 而且据您推测 到了那一天 真要换掉他的话 有可能接替的人选是谁 而且即便真的苏贞昌被换掉了 那么现在民进党 这种跛脚的执政现状 真的就能够扭转或者改变吗 首先关于蔡英文和苏贞昌的 这个关系 我可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因为现在在台当局的 在这个行政体制当中 政治体制当中 蔡英文她这个权力非常大的 她换不换苏贞昌 完全在她的一年之间 她是有能力随时把它换掉的 因为权力在她那 之所以目前没有换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 苏贞昌对她还有利用价值 利用苏贞昌来挡这个子弹 还有一些操作的一些空间 所以说目前可能就觉得 暂时如果说换掉苏贞昌 反而不如让她继续在那赖一会儿 因为毕竟目前民调跌到了五层以下 还没到山崩海啸的一个地步 可能还会想着让苏贞昌继续撑一段时间 我想这是民进党应该高层团队的一些内部的考虑 那么至于未来 谁来接苏贞昌的行政团队的位置 我觉得民进党高层应该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而且党内的各大派系早就在盘算这个问题 从目前民进党内各派系放出的一些话来说 目前可能接任苏贞昌的有三个热门人选 一个热门人选 当然是蔡英文最主义的郑文灿 现在的桃源市市长 因为郑文灿他有这个接的这个愿望 也有这个接的背后的一个强大的派系实力的支撑 因为郑文灿他曾经担任过 民进党内最强实力的一个派系 新潮流系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说他背后的新潮流系 目前在党内各个大政治场合都占据了 非常重要的一些位置 所以说这股势力一定会把郑文灿往前推 来弥补他没有行政团队 机构负责人的这一种历练 那么第二个人选 我觉得可能就是所谓的政国会的龙头 林家龙 也就是现在台当局交通部门的一个负责人 他这一个派系可以说在民进党内 是仅次于新潮流系 和现在所谓阴系的第三大的一个派系 蔡英文据说有意拉临压新的这样一个布局 就是想要 因为蔡英文的从他的一个角度来说 他是要考虑这个党内一个派系平衡 防止他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跛脚 所以说他就有意于拉抬这个新 郑国会 然后去压制党内实力最强大的 这样一个新潮流系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林家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媒体也传出来过 第三个任务人选就是以前蔡英文上一任的副手 陈建仁 之所以传出这种人选就是因为可能考虑到 这个叫陈建仁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派系色彩 各个派系都能够接受 另外一个陈建仁他是一个学者专家出身 可能的这些知识再加上他的一个行政一些力量 也是足够的去推行蔡英文的这一些他的施政的一些政策 当然除了这三个任务人选之外 也不排除有一些黑马 但是依照目前的一个岛内政治局势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 无论蔡英文换谁来接苏贞昌 他的执政满意度继续往下探的可能性是会越来越大 确实毕竟之前走马换将的这一招已经用过了 所以这次即便是换掉了苏贞昌 有人说这种治标不治本 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不但不能够平心民怨 其实也不能从根本上来挽救民进党的执政 毕竟苏贞昌虽然被票选为最讨厌的政治人物 但其实背后大家真正讨厌的是整个民进党当局 因为对于他们这种黑白颠倒傲慢强硬的嘴脸 大家已经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一直标榜冲冲冲的苏贞昌 估计已经冲不远了 而迟早有一天整个台独政党民进党 也终会被岛内的民众所唾弃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 谢谢那就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再会